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了食盐外 我们吃的腌菜 肉制品 休闲食品 豆制品 蔬菜 水果等食物中也含有一定量的钠 所以即使我们每天摄入钠量等于食用盐中的钠量 我们还会从其他的食物中摄入钠 我们每天吃的盐含钠量5克 但实际上我们摄入钠的含量还是超过了5克 所以现在高血压的患病率迟迟没有降下来 除了食盐之外 钠含量高的食物有 腌制食品 都是用盐来制作 钠含量极高 零食 100克的椒盐饼干含有1715毫克的钠 乳酪 100克乳酪的含钠量约1700毫克 发酵粉 小苏打 一汤匙小苏打含1368毫克的钠 汤料包 一份5克的汤料 其中的含钠量约为1200毫克 香肠 熏肉 咸肉 20克牛肉干含钠量为443毫克 好了各位亲爱的朋友 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可以关注我或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我们医生每天下班后集中一个时间和大家在评论区交流 关于健康的那些事